这是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,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发表即兴演讲的真实影响,此时的美国全国笼罩在恐慌悲观的紧张情绪中,而小布什的前来无疑给了在场救援人员极大的鼓舞。 镜头中小布什同救援人员在一起,手持喇叭站在废墟高处,他们纷纷停下手头的工作,将小布什围在中心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发言,小布什铿锵有力地讲话振奋了所有人的心。 他高呼恐怖分子将会很快听到美国人的声音,这句话不仅传达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硬立场, 也激发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。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 放言整个讲话过程,小布什没有露出一点悲伤的神情,状态似乎很轻松。 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以牺牲一小部分人的代价,为挑起战争寻找借口,从而实现美国的霸权主义。 最后来发言,رت Monsterと是一代价帝的话, 这刚才发言,非常重重点。 我们苏的алиelet资源时 sans状态伤 这位盒板, 舒服务价,来越得越戟ler》也则了,